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海地区也跟着成了当前局势下的敏感地区 最近一张卫星图片却在网上疯传 有消息指出 我军一艘054A型护卫舰在南海抓到一条大鱼 很可能是美军的佛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在4月14日 在国外外交媒体上 有博主爆出了一张图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测说明 从照片来看 海面上两艘移动的舰艇相距位置十分靠近 左侧有明显的转向动作的舰艇 很大概率是美军核潜艇中的佛尼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而另一艘向东北方向航行的船只 则是正在西太平洋演习的辽宁号航母编队中的054A型护卫舰 据获悉 这是辽宁号航母正在进行远海训练时 美军核潜艇偷偷接近 一次被我军抓了现行 054A舰前去将美军核潜艇逼出了海面 若真的如此 我军054A护卫舰可谓是在南海护卫航母立大功 不过目前无正式媒体报道真伪待变 之所以判断这是一艘核潜艇 也是根据其体积以及尾部水计得出的结论 并且依据其体型 这艘核潜艇大概率是美军的佛吉尼亚级核潜艇 如果这次我军军舰真的发现美军佛尼吉亚级核潜艇 并且将其逼出来的话 那可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事情了 引起轰动也不为过 佛吉尼亚级核潜艇作为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 拥有相当强大的静音能力 佛尼吉亚级核潜艇继承海狼级超强静音水平 主机舱采用伏伐式简阵的整体模块设计 舰体采用整体胶筑式消音瓦 外形设计也采用降低水流噪声的设计 而最关键的 尾部发动机与推进器 也是采用弹性减震基座主机与心形的泵喷式推进器 而且佛吉尼亚级核潜艇共有600个噪音侦测器 远超海狼级核潜艇的26个 这使得只要这艘核潜艇稍微发出一点异常的响声 便能马上处理进行主动降噪 如此复杂的降噪工艺 使得佛吉尼亚级核潜艇在行动时 可将声音降低至95分贝 与一辆摩托车启动时的声音差不多 而一般海洋背景噪音为90分贝 也就是说 相当于你需要在海面上 分辨几百米水下身的 一艘摩托车行驶的声音 这在没有非常先进的声纳设备帮助下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佛吉尼亚级核潜艇往往成为美国舰队的探路兵 实际上 在一支舰队抵达某个敏感海域之前 一般都会让潜艇 尤其是攻击型核潜艇提前出港 一来可以提前部署战略意图 二来可以探索该海域其他潜艇 三来可以充当刺客角色 因此相对于在卫星跟踪下 大摇大摆走过的航母编队 海底的核潜艇还是重点盯防的对象 这也是为何反潜始终是我军的重中之重 而我军连续多日发动反潜机在附近海域侦察 同样的美军佛吉尼亚级核潜艇 潜伏到我军航母编队附近 很大概率也是为了寻找我军派出的潜艇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军在出动航母编队时 水下一般会有一两艘潜艇跟随 而不久前 我军辽宁号编队穿过宫谷海峡进行南海训练 美军的弗罗斯号航母也抵达南海 而在南海表明风起云涌之际 水下的暗战早已打响 此次若发现美军核潜艇前 要么是早就被我军反潜侦察机给盯上了 因此一到辽宁编队附近就被守株带兔 那么就是一到现场就被具有反潜能力的 我军舰带了个正着 不管怎么样 这都说明了解放军反潜能力水平之高 已经让美军引以为傲的核潜艇 都不得不献出原形 要知道 在此前的一系列南海台海行动中 美军一直都是由尼米兹级航母带着一到两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在行动 比如阿列伯克级和提康罗德加级 从未提起过还会有攻击型核潜艇也来到了南海 这已经是相当具有侵略性质的行为了 需要注意的是 佛吉尼亚籍核潜艇是美军冷战结束后 为了适应全新国际局势 而研发的一款攻击型核潜艇 以多功能多用途为主要研发目标 可以说是美军21世纪后期的水下主要作战力量 则2004年开始服役 至今据传言已经服役了16艘 而这样的一支关键性水下力量 居然被中国的054A型护卫舰抓到 甚至逼迫其上浮这种行为和投降相当了 有观察人士指出 网上一直有传言声称 我军的054A型正在换装全新的反潜系统 有早前的HS捷技206被动声纳 升级成为我国研制的负荷型低频拖拽声纳 相对于国际主流反潜系统而言 我国研制的这种声纳功率更大 可探测距离也更远 只是网上一直没有主流媒体证实 因此一直被视为民间访传 如此看来此事恐怕是真的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美军这种派遣攻击型核潜艇的行为十分危险 但是按照国际惯例 只要大鱼没有展示出攻击行为 即使大鱼被抓到 发现者也不会主动攻击 也因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发现者会通过使用声纳拍击的方式 向指定方向释放声波将大鱼逼迫浮出水面 相当于是投降了 发射一轮声波代表我发现了你 二轮声波代表警告靠近 三轮声波则意味着最后通牒 但不论是几轮声波 潜艇在水下环境中受到声波影响 对艇上的士兵来说 都是相当严重的生力干扰 美军的这艘 佛吉尼亚级核潜艇被抓到是事实 就是不知道我国的054A型护卫舰 用了多少轮声纳 把这艘大鱼逼到投降的 在中国海军的主战舰艇中 054A是远海护航 反潜的绝对主力 也是辽宁舰航母编队中的主要反潜舰艇 面对中国周边愈发强大的水下作战力量 特别是敌军先进的静音型核潜艇 它的反潜作用能力究竟如何 而日前举行的马来西亚防务展上 它所用的一种反潜武器主要技术指标首次披露 在此次展会上 作为中国出口型水中兵器中最先进的型号 一体80反潜导弹首次公开 它很可能将随054A一起出口至巴吉斯坦 从外形上看来 它和中国此前披露过的054A型护卫舰 主要中程反潜武器 鱼巴反潜导弹完全一致 因此是它的出口型 在指标上 鱼巴比现在美国海军广泛装备的垂发型 阿斯洛克性能还要更加出色一点 根据中船重工集团披露的数据 一体80的有效射程和达5至30公里 超过了垂发型阿斯洛克的22公里 一体80和装载一体52C型鱼雷和一体60型鱼雷 前者被认为是中国仿制的 意大利A224电动轻型鱼雷 而自制版的鱼巴 应该是使用鱼漆 或者更先进的新一代 三二色毫米鱼雷 作为作战部 都是速度更快的热动力鱼雷 鱼漆射程约14公里 这样看来 鱼巴对潜艇的猎杀距离 最大可达44公里左右 和阿斯洛克一样 鱼巴是一种弹道式飞行的反潜导弹 因此存在5公里的射程境界 这时候就要靠054A上的 324毫米鱼雷发射装置和反潜火箭 来消灭胆杆靠近的潜艇了 而现代化核潜艇 如美国的弗吉尼亚级 使用的主要是533毫米的 MK48后期型鱼雷 在四十节的低速工程下 射程可达50公里 因此 054A远距离反潜 还得依靠反潜直升机来完成 但在这一块 054A的弱点比较突出 它主要搭载的是 直9C型反潜直升机 虽然能够携带两枚鱼雷 七枚反潜鱼雷 但由于机身只有4.2吨重 燃油十分有限 因此作战半径 显著低于十吨级的美质 SH-60海鹰系列反潜直升机 而且由于054A仅有单机库 双机协同反潜单件也难以完成 其实 054A拥有比较出色的反潜声纳系统 特别是后期型054A 在尾部加装了 新型的低频主动托转阵声纳系统 反潜探测能力要比早期型更加先进 早期型仅有被动工作的 拖拽限列阵声纳 作用距离虽然有100公里 但如果敌方核潜艇 自噪音低于海洋背景噪音 就很难发现 而多了可主动工作的低频声纳后 发现敌军潜艇的能力大大提高 因此 054A型护卫舰 目前在反潜能力最大的短板 已经很突出了 正式进载反潜直升机 直20的出现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此前 中美海军连眼时 美军海鹰上舰的情况来看 它的机库是足够容纳 海鹰相仿的直20 装备直20已经是刻不容缓 不过 本世纪以来 中国海军的装备 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原有重视反舰传统 没有丢掉 防空与反潜能力 也一样样大大增加 054A导弹护卫舰数量不断增加 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条件 作为多用突击 几乎样样能感 而且哪样也不差 哪样也不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抹ls转变